11月26号 北京冬奥组委举办冬残奥会新闻吹风会 北京冬奥组委残奥会部部长杨金奎介绍 目前冬残奥会五个竞赛场馆和三个冬残奥村 无障碍设施建设已与场馆主体工程一起同步完工 目前冬奥会五个竞赛场馆和三个奥运村 残奥村无障碍设施建设已与场馆主体工程一起同步完工 无障碍各主要客户群无障碍流线清晰顺畅 无障碍永久设施建设规范标准 可持续及人性化建设目标明确 除此之外 住宿方面目前共有16家饭店 与北京冬奥组委签署了住宿接待服务协议 饭店房间总共给约4680间 其中11家签约饭店将新改造无障碍客房109间 这次冬奥会的无障碍建设成果如何保持延续 杨金奎表示 从设施无障碍来说 永久场馆的无障碍设施作为规划和建设遗产 将伴随着场馆的接续利用而继续发挥作用 同时为全国乃至世界无障碍建设提供参考借鉴 继续无障碍方面 我们拥有盲文 大字版出版物 无障碍网站和手机元件等作为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为今后继续无障碍功能改进提供了借鉴 那么服务无障碍方面 在筹办赛事中形成的好的服务措施 将为今后相关领域 相关赛事活动 残疾人服务提供的一些样本 比如我们无障碍指南和技术图测 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将在北京延庆和张家口赛区举行 北京冬奥组委 冬奥村部部长沈千帆介绍 每个赛区分别设置一个冬残奥村 冬奥村和冬残奥村转换仅需44小时 北京延庆 张家口 冬残奥村自2022年2月23日预开村 2月25日正式开村 3月16日闭村 将为运动员和随队官员提供24小时的保障服务 冬奥村和冬残奥村转换期为2月23日中午12点 至2月25日早上8点 共44个小时 11月20日至21日 北京冬奥村开展了场馆运行测试工作 沈千帆表示 冬残奥方面的测试工作达到了预期的测试效果 也发现了一些需改善的问题 后期将进行改进 比如说这个餐厅的这个水龙头 那么可能由于它坐在轮椅上面 它可能够这个水龙头开关就不方便 我们呢就需要使用长颈的 这个长脖子的这个水龙头 比如说呢我们的综合诊所 有一个小的高差两个厘米 那么这样的话呢造成轮椅的不方便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轮椅的坡道 坡道上面呢还要考虑这个照明和一些警示的这个提示 等会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